當這個方法是結合在我們的理想生活以後 政府要如何協助我們的飯店 如果業者可以專行 甚至一直是這個努力的方向 台南的率先專攻來推出了敏感輔導的計劃 今年總共是有36件的業者中 就要說希望業者可以提供大深的服務 也可以先為台南觀光優先的大賽 也更加希望所有敏感的內容 可以進一步配合這個國際標準 台南所有優先的路館飯店業者旧集 他來接受市長安威鐵班長 因為觀光路優局 立正為全部地靈、露靈親主 設計地食和青路方便 頂勢大類進行敏感 為352件申請當中 最好有36件在場 因為業者可以說是 服務接待台南UK的觀光大賽 所以既然想要富氣 想起優先的好印象 相當要緊 經過了解雖然受疫情衝擊 不過台南性色 更大榜的比例 由109年到111年 頂勞年都是六都第一 為了扁觀光行銷台南 一種有意體強調 好的就要擴大行銷 向北海的人來比較 也不是只有5,000幾個飯店 包含民宿 如今都一樣 透過敏感 和入陷入競爭 甚至影響國際標準 不怕貨比貨 只怕不試貨 那如何讓你能夠試貨 就是透過許多優質的這個瓶件 透過這個瓶件 譬如說米其林 很多人是看到米其林 就只能在翻 哦哦哦 現在好吃 所以米其林只能發布以後 就變成排隊名店 但不發布之前 因為東西也好吃 為什麼不去排隊 因為不知道 所以說 我覺得 透過這樣的一個瓶件 透過這樣的一個瓶件來發布 透過這樣的瓶件來發布 跟 媒體 跟口碑 這能夠造就許許多多的 大家知道好的 讓更多的消費者 更多的民眾 能夠認識 這些好的民宿業者 為疫情 已經變形形態 政府如何合作合者 心急專行 他們做良性競爭的環境 也感受 台南人用心看待 都在地科研 記者送他們 和安民哭彩訪報道